在交易市场内一直都是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薪资,每年自由市场多少都可以看到千万薪资,甚至是一些巨星球员都可以拿到上亿的薪资,虽然联盟内有薄的条款,最后球员还会遭到口水。 但是在此之前的薪资卓实让人震撼,最近国外的媒体曾全面分析了一下当前薪资情况,甚至是分析了球员的大厂薪资以及计划分秒杀,对此很多人都表示詹姆斯的薪资始终是第一位,不过后面追赶的步伐也正在缩短,其中包括杜兰特和库里首先分析联盟老大詹姆斯,今年詹姆斯选择从骑士节约跳槽到胡人。 虽然詹姆斯的薪资遭到了削弱,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詹姆斯的第一位情况,詹姆斯选择和胡人接约4年1.541的薪资空间, 每年的薪资大约在3850万,通过计划詹姆斯82场比赛,场均47万排在首位。 如果不排除特殊情况的话,恐怕还没有救援达到如此高的成就,即便是现在拿着大合同的库里也无法比拟。 那么作为勇士的老大库里在17年间约5年2.011的薪资,这是勇士最高的薪资,是通过库里自己努力的功劳换到的。 当时库里还希望自己降薪能够帮助其他人,但是勇士的管理层,还是义无法顾的给了顶薪。 新赛季库里的总薪资达到3745万,达满82场的情况下,库里将会拿到45.7亿,和詹姆斯差了近10万的厂军薪资。 不过和下个赛季勇士,只要发生了改变,因为整体的薪资空间链将会受到打击。 重要的是杜兰特今年选择降薪,明年就是为了拿到大合同。 按照理念来讲,杜兰特明年顶星期星的价格将会在3820万薪资,和詹姆斯相差30万的薪资。 但是媒体传闻勇士和杜兰特之间的合同将会达到6年2.25亿的薪资,那么杜兰特的薪资就会是3750万,超过了库里成为球队的第一薪资。 厂军薪资将会达到45.7万和库里相差无极,对于球员们最注重的应该是荣誉。 相比之下杜兰特愿意降薪证明了,总冠军的含金量要比仙资含金量高许多,而且球员们记得的只会是荣誉并非仙资。